一波接一波的寒流每天都很冷 不管是大人小孩 只要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感冒症状 严重一点的还会有就医服药的需求 花莲医院常为那颗黄丝浩医师提醒民众 如果没有正确的用药习惯 很有可能会引发药物性食道炎 这个食道里面就是一些典型的药物性食道炎的溃疡的表现 然后有分为左上角那个是一些典型的圆形的溃疡 简报上出现多个食道溃疡的案例 每个破洞都清晰可见 而这些情况都是来自于错误的用药习惯 日前有民众因为感冒不是就医 吃药时摄取水量不足 而且吃完药还倒头就睡 没想到几天后竟然出现上腹痛 胸痛 吞咽困难等情形 而这些情况全都是药物性食道炎的典型症状 通常在女性跟老人比较常见 那老人的原因刚有叙述就是因为她吃药是比较多 然后可能她每一个科都开点药 每个开点药 她可能有的时候是一次吃太多药 或是因为她吃药比较多 所以她很容易吃到那些风险比较高的药物 那女生的部分的话可能是因为 因为她最常见其实是抗生素 那那种抗生素大部分都是治疗青春痘的抗生素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皮肤科 我们常遇到病人很多人都是去看皮肤科 她可能是为了要治疗她的青春痘 或是我们俗称做疮的问题 然后她会开一些抗生素做治疗 那那种抗生素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药物性食道炎 药当然就是能少吃就是尽量避免嘛 那如果说有些药物你非吃不渴的话 那你就是吃药的习惯 可能就是要就是要自己保持好 就是比如说水要多喝一点啊 不要喝完马上躺下来啊 然后就是如果她那个药物没有限制的话 可能吃药你再配点食物什么的 就是让她不要让她在里面自由太久的话 可以降低她发生的机会这样子 在耳鼻喉科及皮肤科当中 有些口服药因为药性容易伤胃 如果停留在食道过久 就会容易导致食道受损或是发炎 特别是胶囊药物则要更加小心 因为具有粘性卡在食道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 医师则建议每次吃药时 至少要摄取200至250cc的开水 如果要平躺也至少要休息超过30分钟 才不会救病胃除又引发其他疾病 记者许丽晴花莲市报导